不同场景如何防晒 今天一期视频交给你 上班上学通勤的话 你就不需要停摸防晒霜 天赶或者戴上防晒衣 防晒帽 有条件的戴个墨镜 就OK了 在办公室或者教室 就分两种情况 如果你的座位跟我一样 距离窗户有两面开换 那你就不需要防晒 但如果你的座位 距离窗户非常近 竹木也可以低倍的防晒 就OK了 TLV或者ALTA都可以 咱们学车的时候 学车的环境一般非常的热热烈 而且是长时间的暴晒 所以说我们务必要重视好防晒 涂抹SPF在50以上的高倍防晒 比如说安耐晒大哥大 而且我们涂抹完以后 有条件一定要跟一个散粉 这样可以让这个防晒更加持久 而且不会让你的皮肤 造成太多的负担 防晒衣 防晒帽 防晒口罩 还可以把墨镜戴上 一切以最高防晒标准来规范自己 别怕教练说你像鬼 你到时候帅了 晒凸了皮了 那才叫真的像鬼 像军讯的话 你们没有办法去做到 非常强大的物理阻导 那我建议你们 就是直接去选择那种 防晒里真的很强大的防晒 安耐晒 礼服权大哥大 还有评价的话 你们可以选这个优来 每次这样擦完防晒以后 用一层散粉去把它定住 然后每次午休 至少记得不涂一次 晚上一定要记得用洁面卸除 如果是今天这种阴雨天 下雨的话 你就可以跟我一样买清雨伞 又可以遮阳 又可以挡雨 不下雨的话 你就可以打开手机APP 往下方有个紫外线指数 如果这个紫外线指数 在3以内可以不用防晒 如果3以上 请尽量涂抹防晒霜 那如果你今天来海边 想度假 不想搞这种硬防晒 拍不出美美的照片的话 还是选择这种 更稳俗的高倍防晒 但如果你们有 潜水冲浪需求的 可以去买这种 有色的防晒泥 有这种像粉底一样的 肤色的 也有这种桃红色的 这种防晒泥 它虽然看起来很好笑 但是它的防护力非常强 而且它不会对海洋生态 造成危害 你们看我涂完还贼漂亮